你變成是重度斬斬 那你說我叫我家老是要跟你講 老父親情緒激動 聲淚俱下 怒斥校方人員 他的兒子在警專體能測驗 突然昏倒 家屬指控校方延誤送醫 導致他腦部長期缺氧 至今還沒蘇醒 我一個好好的小朋友 念這個警校 學校沒有照顧他 還把他 還所有措施都是延後 二號上午救護車急急忙忙開進警專 廖姓警校生在校內進行 三千公尺跑步測驗 突然昏迷 第一時間卻沒有師長上前關心 甚至同學打119還被教官制止 陽光開朗的大男孩 如今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昏倒當下雖然有同學幫忙CPR 但打119求助 已經過了6分鐘 13分鐘後 救護車踩到現場 送進醫院 已經過了22分鐘 警校生明明已經沒了心跳 學校第一時間 卻是找醫務室處理 154先看過之後才能打119 那經過這個時間延誤了好幾分鐘之後 我小舅就因為這樣 他現在就可能就要一直躺在那邊了 他當場提議要打119 我們這個張教官就告訴他 就告訴他說 說還是先前一無事 來回的對話 就產生一點點誤解 男學生急救後 昏迷指數從3分提升到7分 但家屬無法接受 警裝為了維持名譽 不把學生性命當一回事 揚言絕對會追究到底 記得許醫生台北報導